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 因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到综合诊疗所求医的病患 同比增加两成多 受访的家庭医生表示 除了更多人出国旅游 也因公众的自我防护意识降低 出没没戴口罩 记者蔡可汗报道 卫生部网上数据显示 今年的第30周 也就是7月底 因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到综合诊疗所求医的病患 每天平均有约2700人 到了第47周 也就是11月19号到25号 每天平均有2663人求医 是自8月以来最多的 一般上每年年底是流感旺季 不过跟去年同时期的2100多起病例相比 今年上呼吸道感染的病患人数增加了26% 受访的家庭医生表示 除了更多人出国旅游 更主要的原因是 民众的自我防护意识已大大减低 西海岸这家诊所表示 近期一天可为50多人看诊 人数同两三个月前相比 增加约三成 因为跟很多年前相比 我们越来越多的人 有那些基础性的疾病 慢性病 就是糖尿病 慢性肾病 慢性肺病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 所以这些人会属于比较容易生病的人群 他们生病也比较容易症状比较重 但碧尼这家诊所观察到 冠病病患数量正在上升中 星期一白天我们就有八个阳性的冠病 然后晚上就有四个阳性的冠病 现在的那个毒株跟以前原来的毒株不一样 但是很多人都中过了吗 这样他们就觉得 哎呀我中过了不就是那样吗 所以就也没有急着去打这个新的这个疫苗 所以抵抗力可能就比较弱一点 诊所近期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的病人 一天有约40个